是合法成績 所以一切換不是這個 所謂失蹤 所謂失蹊 不是失蹊 不是失蹊 就是一面合法 一面合法離生 再來我們了解 一面合法離生的 每一件事都是怎樣 平定 平定 我們這個肉體跟這個刀 有平定嗎 手上看到一刀都是人 那是眾生 但是就忽患的理性 理念在裡面 情義無情 當完終敵 也就是說 情義無情 一樣是 因緣所生 非失蹊 所以了解著換法 換法離生 所以了解著世間的換法 人家都不去刀 你就不去刀 做好長情 做夢 夢想 哎呀 剛才做夢 不要給他想太多 不要給他想太多 所以一定要清楚 那麼了解著 這種的一面合法 後來 洗到一切是空 是空 是空 你知道一切 無法 一切洗到一切 沒什麼東西 是你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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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了解我 就去人身 去腿位的遺疾觀 這個遺疾觀 就是我們說的 重度是胸 重度是胸 重度是胸的胸 是了解一切 中原性空 遺疾性 中原性 一切 合合理性 所以我們觀察一下 一切境界 都由心所向 由心所向 由心所向 所以 就剛才說 剛才那個故事 人家的身心 看到他一直看到 跟他太太看到 跟我們看到一樣 真正的事情 信念不一樣 世界就不一樣 信念不一樣 世界就不一樣 所以在這種的 嗯 想到回來 漸視的不方便 可以換來一四行的改團 有什麼不可以 我們真是憲 要使用 不殺到人家 漸視的不方便 會感到以後的大方便 怎麼大方便 觀主才佛山 這就是修行 我覺得 人和一位在這種的 世間 究竟 修行 就需要一種的心情 世間 你找這麼一個菩薩 都在示範給我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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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一個故事 也是實在 有一個 年輕人 我們捷運行商 那個博愛座 有一個年輕人 坐在那個博愛座 沒有 沒有 其中有一個 就要坐車的時候 看著年輕人坐 我剛才就叫他 你那個年輕人 你怎麼坐這個 老人 你不就起了人 我這個老大人坐 那個老大人 他就涼涼涼涼涼 哇 那個年輕人 讓他這樣說 很抱歉 頭涼涼 一個九點 九點之後 就站起來 站起來之後 就走路車 但是在那個時候 那個人在賣這個年輕人 是整個車頂 說 對呀 這個年輕人 怎麼都這樣吃不虧 還不可以撿路尊賢 就這樣把那些年輕人 都沒辦法 他只是九點八起來 露車 結果是怎樣 他兩支腳是都扁腳床 他沒辦法騎 我們的腳是扁扁地騎 他是扁腳床 他騎不住 所以他 國不理中坐那個博愛座 結果有人說到他 他的身材 這樣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 撞過去這樣 這樣 走路車的時候 整個車 像人看著走路之後 我開始買那個 你還沒看穿這個藝人 你還沒看穿這個藝人 所以說 看著什麼鏡 生去什麼中心 有時候用我們的 直接的意識去做判斷 不行 因為他坐下去 你看不到他的腳 或是生做什麼 當他爬起來 我們走下去 看著這樣 敗咧敗咧 唉唷 有時候我這麼多事情 看清楚這樣說 了解嗎 這就是修憲 這就是修憲 但是我感覺那個 那個年輕人經過路頂來 他將來就沒說 你沒看過我會怎麼 他只是白去走 喝酒 我們自己也不能去求人 我們修憲人要喝酒 今天這樣說 時間差不多了 不知道有什麼問題 要請問嗎 好 我們家有一個菩薩說 在我們末法時代的我們 有很多些民眾 不見異業生活上的關係 有修憲症 後悔共享症 有些心理上的障礙 這個用佛法的方法來消除業障 先走 好 先走 好 剛才問的這個問題 所以還有一遍 有的聽不到 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有很多人 這個精心方便 有問題 譬如說 他有情 社會情 也就是精神分裂 這種方便 我們身為佛財主 以佛法的立場 要怎麼來調合 要怎麼來幫助 修憲怎麼想了解 這種的陰煙 絕對不是突然跟我們走出來 液煙所生 我們身上有所謂的政部跟醫部 那麼他的政部 產生這種困擾的時候 我們在他方便的 董事長也好 家屬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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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以用人家 看待他 我們也要他一平靜心去看待 他也是一個重心 他也是一個重心 他不可以這樣 第一次我們不可以用議員去上海 不可以動不動說 哎呦 你是頭髮的 你是騎士 這種危機 絕對不可以上海 正常我們也不可以跟他講 他說 他已經有這方便的問題 我們也不可以跟他講 好 這是我們 要用佛法的方法去向他 我們先稅顧我們自己 你有辦法接受 對他的平靜看待嗎 我們可以聽這個意思嗎 我們不能拜託他的存在 我們需要接受他的存在 而且是要平靜看待他 這是第一次我們要想 你要國用佛法去向他 你先向你自己 稅顧你自己去接受他 我們才有方法要幫助他 走過這一段人生最困難的過程 因為我也曾經 輔導過這方面 理事這方面的 心理諮商的一些學員 所以包括我們 我們要先稅顧我自己 我不會跟你分別說 你是油錢的 你是社會錢 你是精神分的 我看你我就先走 你說用佛法 更大的能量 你也沒有辦法幫助到有什麼 因為你自己都沒有辦法 所以你自己用平靜看待他 所以最大的方法 他如果有這個問題 已經參與我們自己 一定要先稅 讓我們自己平靜看待他 再來第二點 要怎麼幫助他 除了不要刺激以外 他後來理念就是為什麼 幫助他 參加一些 所謂的公益活動 什麼有什麼要幫助他 走向公益活動 讓他就受福報 因為有這種的情形 有可能就是 所謂的福報不足 所以讓他先去做一些福報 來彌補到他 俗世不足的地方 那麼福報不然 不要急著他 他的圓圈 生地生 生圓 就是什麼 的現場 生圓的現場 所以 不是很刻意說 你每天就拜佛就可以 他就拜不掉了 你給他兩分 有人說 像那個強迫症 他沒有 他想跟你說話 但是我會想跟你說話 你也不知道 他沒辦法控制他自己的情緒 但是你打他的時候 你要喝奶 不是什麼 平靜看待他 你這樣才能幫助他 你如果說 你是怎麼 因為我就沒辦法幫助他 所以 兩個條件 只要做得好 我相信 應該 對他的幫助 對我們自己的幫助 最好我們自己 平靜看待他 先告訴 他身邊的周遭 並說 我們親人有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說我們自己 我去接納他 去包容他 第一點 第二點 帶著他 去做公益事業的活動 就是讓他多修復報 那這兩個條件 結束之後 後面的事情 避免租聯隊的和好 好避免租聯隊的參選 就不用刻意去安排什麼 這是師父的一些看法 這樣聽懂嗎 還有其他問題 今天講到那個印度他沒有整齊 他不一定像蘿蝟 他不用養鞋 對 為什麼國人來那邊投入 那是真的嗎 這是他們印度萬國以來的團帥 他們的團帥 團帥是這樣 是他們的團帥 因為他們很相信有一個大飯天 大飯天的存在 世間一切什麼 是所謂的什麼 神造萬路 世間一切都是神所做出來 無論是什麼 改級的都是神做出來 所以你的改級比較高的是什麼 會吹聲 第二改級的就又學下聲 一般的八聲就有道財聲 有參得聲 那些比較多級的由腳底聲出來 他最主要是要去分別到 那些改級的差別人 改級的差別 那些腳底聲 如果人家都會吹聲出來 那會很恐怖 如果他腳底聲出來 那是他們的團帥 我問過年 請到過年這裡印度 你們那些人真的都會吹聲出來 他腳底聲出來 他說沒有啦 都跟你們一樣 不然你們裡面怎麼會這樣 他說 就團帥 傳說 像我做小孩 做小孩的時候 那不太事 如果你說過年走出來 唱小孩 不能過年 晚上會掛聲 我聽不懂嗎 原來是怎樣 熱人 加精打狗 就在掛聲 說你再過年 晚上會掛聲 你真的要相信 傳說 好 我想我們尊重他們的說法 但我們不要 不是去追逐他的真假 只是去知道這個 總性的這個 差別人 差別人 好不好 不要 哪個 你真的要看過 好 他只有看到這裡 然後我要學我自己 看到這裡 我就 Purely 因為 要有科學 科學工程 那我想 像佛教 那什麼 做音力字畫 那什麼 還是這樣傳阿 所以有科學畫 從頭來 是世尊降生在印度的時候 你要將佛法讓那些人接受 必須要先讓他們 你要走向他們的類似類似的類似 才我就去聽 你跳幾條他們 既然不通就沒辦法跟他們最好 剛才我們這個佛祭說 在印度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才說我們知道這個重點 但是他以後來說 世尊有什麼右邪下 他們的理念是九邪下 右邪下又是什麼 聽清淨的意思 是代表著世尊來到這個世感是清淨的念頭來 不是忍住的念頭來 是清淨的念頭而來的 是清淨的念頭而來 這個可能要再多一些時間再來說話 因為所有的這個科學 科學要怎麼來證明說 世尊十六學校而生 要怎麼證明 考古 考古到外面我是團舌 是清淨的念頭 你是傳統的理念 所以有人 真正是年輕人 說 這要怎麼說話 我們來學復 應該是一個標法吧 對 它是一個四項上的標法 是我們去 你如果科學說 要看到世尊 從這裡走出來 你絕對拼在撞 簡單來說 千手千天 觀神菩薩 我們看到他在那裡 在拜 你給他尊敬 你絕對不怕 你如果真的看到一個人 一千雞手 一千雞肉手在你面前 跟你的小手 你會怕嗎 會怕嗎 會怕嗎